防晒把变黑源头扼杀在摇篮中,能少见太阳就少见,遇到阳光能跑就跑。 出门要涂防晒霜,不要以为涂了就完事了,一瓶防晒霜用一个多月最多了,如果开封放了很久最好不要用,里面的成分被氧化了,防晒效果会打折扣。 防晒霜要多涂,并且外出要补涂,日常防晒指数是SPF50,PA++++,去海边更不用说了。 一年四季都要防晒,冬天也是有紫外线的。 白天吃饭最好不要坐靠窗的位置。 出门弄穿防晒衣,就穿防晒衣,穿长裤,我的衣柜里一件短裤都没有。 接下来就是日常积护药做到位。 补水保湿让肌肤更透亮。 补水保湿也是很重要的,每天都敷水膜,皮肤更加白皙透亮,毛孔也变小了。 一周敷三次补水面膜,可以定期去美院做深层补水。 护肤品日积月累,滴水穿时。 定期敷美白面膜,长期坚持会有效果,一段时间我朋友说,你好像每次敷面膜皮肤都会变白。 推荐滋生堂的美白面膜。 看护肤品里面的成分,有没有含左旋维C,作用于表层,可以阻挡紫外线,预防黑色素产生。 可以使用美白精华,渗透肌底。 SKII,有两个美白精华,小灯泡主打提亮,用了一段时间,皮肤有亮一些,额头鼻梁部位可以多涂一些。 淡斑精华坚持用也可以改善肌肤问题,最好在没斑的时候预防。 BEMMA美白精华用完了两瓶,有一点点作用,肌肤滋润度也挺好的。 饮食内调,少吃感光食物,如菠菜,红萝卜,木瓜,土豆。 可以多吃含维生素C的蔬菜水果,晚上吃番茄,泡柠檬水。 也可以用柠檬水洗脸,高中坚持用柠檬水洗脸,现在皮肤美白度一直很好。 设有坚持吃蜜猴桃,皮肤也很白。 多吃些颜色比较淡的,坚持喝了一个月的椰子,感觉皮肤有白那么一点点。